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卷美食 今天买了一斤绿豆 用一个最简的方法教大家生绿豆芽 这是一斤的绿豆,倒入一个无油的盆中 记住这个盆一定是无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残豆,半拉的小豆给它挑出去 看一下,挑出了不少半拉小绿豆 这种残豆如果不挑出来,它也不会发芽 反而会烂掉 倒入清水 先给它冲洗干净,去除表面的灰尘 把这一清洗绿豆的水给它控出去 用刚刚烧开的水烫一下绿豆 注意啊,一定是开水,刚刚烧开的水 烫这二分钟 泡这二分钟以后,我们接着盆子放入凉水 我们用手试一下温度 热水变成温水就可以了 把这个盆放到厨房以外的地方 防止厨房炒菜,溅到油花 注意,全程一定是无油的状态 生豆芽,最忌讳的就是溅油 浸泡8小时 上午泡的绿豆现在已经达到8个小时了 现在我们用壁镰挡住豆子,控干水分 一定要把水分控干 盖上纱布,防止透光 一定不要放到厨房里,防止渐油 豆芽已经生到第二天了 咱们看一看 哇,已经挺长的小芽芽了 看见了没? 现在我们给它冲水 一天记住,早中晚冲三次水 把这个水分一定要挤干净 把这个水分一定要挤干净 冲满水,一定记住,豆芽发芽了 我们压一个重物 这是我用一个腌咸菜的,灌满水 大概是二三十斤 家里如果没有大罐子的,可以用锅放满水 压制就行 一定放在没有油的地方 切记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三天的豆芽 看一下长多长了 已经挺长了 拿去冲水 把水放足 一定要硬过纱布 放入冲水 控出水分 同样压上重物 记住啊 每天换完水都要压上重物 看一下 第四天的豆芽长多长了 呀,已经挺长的了 如果着急吃 现在就可以吃了 我觉得再生一天 会更好 去冲水 把水分放足 一定要没过豆芽 然后控出水分 这是生豆芽的第五天早晨了 咱们揭开看一下 哇,看这个芽芽都长出来了 哇,不错 看一下这豆芽长的 已经够长了 如果嫌它不够长的 可以再生一天 看看 看一下 特别的水量 我用的是小绿豆 家里有大绿豆的 这个芽会更加的粗 自己家生的豆芽 无功害 无添加 特别的嫩 又好吃 如果家人们喜欢 可以试着用海娟这个方法 保证四五天能生出 满满一盘豆芽 接下来咱们可以炒豆芽 炖豆芽 炖豆芽 蒜豆芽 都是可以的 不会生豆芽的家人们 可以来我家吃哟 看一下 满满的一盆豆芽 一点烂的都没有 特别好吃 家里这样生的豆芽 没有公害 没有污染 鸡蛋 邻居们如果想吃 赶紧过来拿 漂亮 漂亮